弟,你支持霸队木家出手 传出去外人会怎么看咱们 谁还敢和咱们合作 这年头本来就是人吃人 姓木的这些年不行了 活该被咱们给吞漏 可是 你在担心木尘锋那废物 放心 他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咱们面前 因为他已经死了 你杀了他 谁叫他老打你主意 一个私生子而已 死了就死了 只要木家脑子没什么问题 就不敢和咱们彻底闹歪 爸已经决定和王家联姻 到时候 你就是王家的儿媳妇 我 不想嫁 且 你先得摆正自个儿身份 这里是 没想到我到蓝星了 这副身体的原主人 也叫木尘锋这个名字 我原本是仙界万年难遇的天才 不足千年 就修行到先帝界 然后再到这几点 领悟到了道体原流 让我可以冲击更高境界 没想到 走路消息 被三个先帝偷袭 强行索要道体原流 虽然我灭杀两个先帝 但还是身死倒消 侥幸只有一缕元神逃走 早听说蓝星法则缺失 灵气稀薄 没想到遭到这种程度 这种情况 我最多只能恢复到 聚弃五层的实力 既然得到了你的身体 我也继承了你的因果 你的仇我会报 你的家族我也会庇佑 等结束这因果 我再杀回仙界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木家人 蓝星虽然没什么修行者 但是这样一幅风景 也挺有意思 我当然知道 你是木家的小姑娘 大半夜的一个人在外面 是不是在找哥哥我 放开我 我要去找少爷 少爷 你说的是那个私生子 小姑娘长得这么水凉 来来来 让哥哥帮你检查身体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干男人都爱干的事 几个烂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还挺像你们干得出来的烂事 让点人办事 不想干的人滚 他大半夜出门找我 你们打他主意 不问问我的意见 你这废物 怎么提你你就出现 少爷 终于找到你了 打扰我兴致 把他废了 扔远点 怪就怪你 自个儿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我劝你最好别动手 不然待会会发生什么 我可不知道 你们一群恋恋的 跟我一个修仙的叫什么劲 你 你刚才说 要废了我 我堂哥是正美 你就是个私生子 我知道你是姓正 废话真多 吓着了吧 现在没事了 我以为就要被他欺负了 心天道体 这姑娘是个修道的好苗子 好好调教调教 未来肯定能成就新帝 没事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我先送你回家 可是 家主还等着少爷回去 先不管那老头 咱回家 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沐尘峰 我要你生不如死 哥 我被人欺负了 沐尘峰这孙子下手老狠了 老黑了 哥 他打我 就等于再打你的脸啊 要是传出去 让你的脸往哪放 什么 你被沐尘峰揍了 他在哪了 天二画府 是吧 就这样 挂了 能用的东西 什么事都办不好 没个轻重 不要滚 马上叫人 跟我去天二画府办事 妈 我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少爷来了 我给少爷泡茶 路上碰到雨林 就一起过来坐坐 泡茶的是我自己来 你现在是病人 还是得先好好休息 让你费心了 人还在上面 你直没动静 所有人都不准留守 出了事我担着 走 穆大少 你也在这儿 谁给你的这么大胆子 给你半分钟 带上你的狗滚出去 穆大少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麻烦再说一遍 小黎 外面怎么这么闹 你进去陪着阿姨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你小心些 给了你们机会 既然都不想走 那就留下来喝茶吧 别我弄死他 哥 您喝茶 你坐下 我抬头说话脖子不舒服 好嘞 谢谢哥 说吧 这事你想怎么收成 三十万 让哥您啊 消消气 两百万 哥 会不会太多了 你们这么多人吓着我 什么时候到账 你什么时候回去 没有啊东西 还不赶紧去办 哥 稍等 等会儿就到这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 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脖子不舒服 来给我捏捏 好嘞 力道合适吗 速度挺快 你走吧 不过还有下次 就不止这点钱了 是是是 以后一定不敢再得罪哥 小弟 我先走了啊 正上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正上 要不要再教下兄弟过来 要不是你们没用 我能丢这么大脸 回去了 慢慢收拾你们 正北大半夜出去一趟 怎么回来就变成那副样子 小少爷和别人起了冲突 吃了点亏 赔了两百万才算善了 这会儿 家主正在训斥少爷呢 我这老弟平时自负惯了 吃些亏也是对他好 吴小帆的行程 打听清楚了 吴小帆是燕北吴家的掌上明珠 和他处好关系 以后对正家 百利无遗憾 吴小姐明早八点到渝州 三天后才回燕北 她第一站去牙洞 知道了 安排一场偶遇吧 好好休息 最近都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了 我保证 别走 我害怕 有些睡不着 那等你睡着了 我再走 骗人是小狗 我要是骗你 我就是小狗 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 听说牙洞有人卖古董 明天去看看吧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对恢复修为有用的东西 诚说 你尝尝 好好吃了 我的职责是保护好小姐 就不吃了 就我一个人玩 多没意思啊 我去那边看看 这么巧 没想到 会在渝州碰到吴小姐 你谁啊 我认识你 三年前在雁北 我见过吴小姐一面 吴小姐来渝州 正巧我也有空 要不带你逛逛牙洞 也成 有个本地人坐下的 我也省事 诚说 就让他跟着好了 是 小姐 这些东西大多都是旧我 但也都是反品 对我没什么用 这块玉胚应该有上千年了 并且玉胚中还蕴含的灵气 十分充沛 老板 这玉胚怎么卖 小伙子 眼神真好 这可是西州的 好几千年呐 要是成心要 五百万 西州 我看是上周的 五百块我拿走 成交 诶 这玉胚挺漂亮 老板多少钱 密信到账五百元 不好意思 已经是我的了 他不是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 他怎么也在这里 难道 慧先生 我花五万 向你买这件玉胚 你还满意吗 当然 不满意 他好像变了个人 诚说 我有些不开心了 小姐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办妥了 小兄弟请留步 怎么 抢买不成 准备抢抢了 小兄弟 我出五十万 买你这个玉胚 亏死了 我亏死了 五百块的玉胚 转手就卖五十万 哎呦喂 这年轻人赚大了 哦 我不卖 那小兄弟今天 你就走不了了 玉玲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嗯 你一定要小心 看来 你还是想用抢的 小兄弟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有些人 你这辈子都得罪不起 这世道 就是这样残酷 啊 好可怕的气势 这年轻人 看来又遭殃了 你说的没错 但很明显 我不是你能得罪的人 你是什么人 啊 成熟是宗师镜高手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什么来历 沐家家主的私生子 沐尘风 私生子吗 哼 有点意思 小兄弟 少年英杰 你不愿意让出这玉佩 那我也就不强求了 少爷 我刚跟你分开 就被人强行带回沐家山庄了 臭人 还敢打电话 这声音 沐雷 我师承正一派 家师正是玄丰道人 小兄弟年纪轻轻 就有一身本事 敢问师承哪位高人呢 谁控理 再烦我 刚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 长叔 你去开车 我发现了件很好玩的事情 小车 我送你 你为什么帮我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沐尘风 你别想给我捣乱 开车过来 去沐家山庄 沐尘风 等吴小姐回雁北后 我再慢慢找你算证 大叔 怎么练的 身体这么棒 别碰我 大叔还挺高冷 少爷说了 现在还不让你回山庄 滚 成叔 他这一家 可比你厉害 小姐 我老了 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了 现在家族什么情况 你心里没数吗 谁给你的胆子 得罪正北 你想害死沐家 小少爷 我错了 小少爷 你忘了在沐家 只能有一个少爷 我打死你 他是我的人 你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 滴滴 野种 你以为你是谁 在沐家 我想打他 不打谁 你挡他一巴掌 我费你一条胳膊 很公平 施主 施主 他是你弟弟 你还下这么中的走 没名分的东西 把他逐出木家 外面学了几手 三脚猫功夫 就要赶在神庄里放肆 我 还没死 我看你是长辈 不想和你动手 少爷肩膀粉碎性骨折 会留下后遗症 太公 打死这个野种 太公是半部宗师高手 沐尘风啊沐尘风 你死定了 真疼 跪下 手架吧 你也配让我跪下 那你是忘了 沐家谁说了算 沐太公 我劝你别对他出手 你是谁 一个外人 也敢来管沐家的家事 我姓成 沐北 沐家人 他可是龙国宗师榜四十三名 怎么会来沐家 那 这位是吴小姐 各位叔叔婶婶好 我来说几句公道话吧 吴小姐想说啥说啥 我又介意 吴小姐来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快准备贵宾厅 吴小凡这种超级千金 怎么来我们这儿了 如果把他追到手 下一位家主 非我没主 沐尘风在沐家没有名分 他殴打未来家主 又得长辈不尽 这种人 在吴家早死了 吴小姐说得对 这野主就该死 不过他好歹有沐家血脉 直接杀了 太不惊人情 所以我建议逐出沐家吧 你听见了 我不杀你 跪下 受加法 之后 你和沐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 你可以试着让我跪下 好好好 我看看你的野路子 究竟有多少分量 我劝你真别动手 除非你嫌命长 小兄弟可是宗石高手 我也不是他对手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个野种 是不是哪里误会了 笑死我了 一群笨蛋 把自家年轻宗师 亲手逐出家族 沐尘风 我诚恳邀请你来吴家 放心 吴家可不像这些家伙那样 是个瞎子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小姐 有些不合适吧 他现在和沐家有关系吗 本小姐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只要点头 吴家能给你想象不到的资源和支持 保证你在五年内成为龙国宗石榜前三的高手 对不起 没兴趣 陈锋啊 你是好孩子 刚才你和家族有些误会 我代表家族向你道歉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过我的一切 以后谁都不准干涉 包括你 在内 绝对没问题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下一任 沐家家主 没兴趣 我拒绝 我不是因为继承了原主的英国 你们这些人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 咱俩储天相吧 现在没空 忙完再说 好嘞 丑叔 咱们去门口等 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你也是个有眼无珠的大笨蛋 咱们沐家有福了 陈锋啊 好好和吴小姐相处 你们年轻人的事 家族绝不干涉 能和吴家结成亲家 沐家绝对能一飞冲天 我一直都看陈锋这孩子顺眼 他小时候我就知道 肯定有出息 吴陈锋 我什么时候允许你们干涉我的事 我也是为了你好吧 为我好 如果你的不要脸也是为我好 那我情愿不要 我最后警告一次 再干涉我的事 别怪我不讲情面 吴小帆对沐尘锋很感兴趣 如果能通过他认识吴小帆 对郑家也有好处 沐尘锋 我们聊聊 没空 我也没兴趣 郑姬 我喜欢你 我们处对象吧 没兴趣 郑姬 最近出了新电影 我们去看吧 我的行程满了 没空 沐尘锋 你变了 少爷 你以前是很喜欢郑小姐的 她就是个可怜女人 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咱还是和她少有牵扯 免得被雷劈了都得连累你 我不懂 你不懂最好 现在有空考虑咱俩的事了吧 少爷 吴小姐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认为你可以答应她 我也不是很差 仔细考虑考虑 我认为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你可真是个冷漠的小男人 不过你越这样 我越对你感兴趣 你是燕北吴家的独生女 没必要在我身上费功夫吧 只要你勾勾手指 还缺男人 哎呀 看来哥哥的态度很认真哪 没关系 我还有机会的 你想干嘛 把手机给我 叫你米信号啊 手机号码我存好了 哥哥 随时跟你联系我啊 沐尘峰 你给我站住 雨林 你去门口等我 该死的野种 该死的沐尘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勾使运 得到吴小姐的青睐 吴小姐 请留步 有事 吴小姐来郑家山庄 干脆多住几天再走吧 没兴趣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和那个野种的话 我都听见了 请吴小姐答应我的追求 野种 那野种来路不正 不像我 才是沐家真正的正统继承人 那野种和吴小姐在一起 这回丢了吴小姐的脸面 丢了你们吴家的脸面 所以 你自认为配得上我 我 我对吴小姐一片真心 程叔 把他另外一个肩膀也废了 是 小姐 不要啊 求你了 沐尘峰 你夺走了我的遗弃 你该死 不管什么办法 你必须给我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打我的主意 沐家人 还真都是些 有野无猪的蠢货 爸 今年我不回燕北了 我在渔州 找到了你未来女婿 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是以前 老活在过去 就注定会失败 沐尘峰 你什么意思 不管什么意思 和你有关系 我在一招碰到了她 你以前口口声声说爱我 现在就这样对我 那是以前 不是现在 有什么话就说 不然我就走了 给我站住 帮我约吴小姐出来 她怎么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帮我约出吴小姐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请我吃饭看电影逛街 当然 只有一天时间 出去旅游之类的过分要求 就不用提了 沐尘峰啊沐尘峰 我就不信你能抵挡得住这个诱惑 哦 没兴趣 沐尘峰 你几个意思 一千万 我就帮你约她 否则免谈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可以拒绝我 反正对我也没什么损失 不过这一千万 买一个和吴家结交的机会 我认为你们正家赚了 你确定要一千万 而不是请我吃顿饭 我希望你只是脑子傻了 而不是耳朵聋了 前半个小时内到账 今晚我要知道结果 谢谢郑总的一千万 沐尘峰 你这么做 千万别后悔 爸 小北有手好闲老惹事 凭什么让他做轮值董事 你以后要嫁人 嫁人后 就不是正家人了 就因为这个 无论我付出多少努力 都得不到您的认可 出去 我会向您证明 这是您这辈子 最错误的决定 无论有什么办法 我都要得到吴家的帮助 哥哥 这里这里 你怎么还没走 不是要等哥哥吗 这儿这么偏 你肯定不好打车 快上车 咱回城里 哥哥 又真不考虑一下咱俩啊 吴小姐请自重 我不是随便的人 我更想哥哥随便起来 不是人 郑奇让你帮他约我吧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谁都像吴家 这么开明 什么家族传承啊 传男不传女啊 都什么年代了 不论是谁 天剑是人心里的一座大山 会蒙蔽人的心智 最后陷入泥潭 不可自拔 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了吧 你干嘛 心疼哥哥 要不 我请你吧 嫁给我后 整个吴家都交给你掌管 咱家给你撑着 谁敢惹你不高兴 闹大哥 咱是朋友 就算我答应你 你们吴家就真愿意让我掌管 谁敢反对一个试试 我会让他后悔一辈子 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终究 我还是沐家人 哥哥性子真温和 我越来越喜欢哥哥了 别扯有的没的 我收了人家的钱 答不答应 给个准话 我可以答应和他明天吃顿饭 但是 你想怎么感谢我 哥哥的身子可真结实 你想干嘛 我卖一不卖身 谁扯你身子了 一会儿陪我逛街去 我要你一身力气 你不缠我身子我就不去 陆陈锋 以为自己有点本事 就敢夺走我的一切 谁心会出手 陆陈锋你死定了 小凡来渔州 我要不要让人和他安排一场偶遇 小凡 这么巧 在渔州也碰到你了 我们一定是前世的缘分 小虎 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 欸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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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eter 查到吴小姐的消息了 吴小姐今天在牧家山庄和一个男人有些亲密 现在他们在商场逛街 现在他们在商场 reflex 谁这么不长眼 我小虎的女人都敢碰 会长 是木家 牧尘封 就在刚才 有人发来订单一千万买牧尘封的命 这么巧 谁的订单 沐尘峰的弟弟 穆雷 兽族相残 有点意思 给他回话 这个单子飞行会接了 不过得加钱 哥哥 你走快点 追上我了 赏你一口奶茶 我说大哥 您老爷不看看 买了多少东西 我不管 这么快就被盯上 怎么了 别说话 我们被人跟踪了 不愧是会长 特别关照的人 果然警惕 不过 你逃得掉吗 我们甩掉他们了吧 没有 五小姐 今天我们的目标 是沐尘峰 你自己走 我们不为难你 飞行会 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 逗我朋友 让小虎来见我 咱干的就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的活儿 有人花钱要买沐尘峰的命 五小姐 不要太为难我了 今天敢动他 五家 必不计代价的报复 飞行会 小凡 有必要为了一个野男人 把咱们搞得这么身份吗 什么你们我们 我俩只是在爷爷宴会上认识的陌生人 看来真的是蠢货太多 什么阿猫阿狗也敢放话要我的命 五小姐 你先走吧 我帮你还不领情 飞行会不是沐家能招惹得起的存在 小凡 你为什么要奖励他 我也要 我也要 世上能杀我的人 还没出声 哦 好大的口气 让我来好好瞧瞧 你的拳头 是不是和你的嘴巴一样一样 性子暴躁 根基火候欠缺 遇到真正的高手 你必死无疑 我只摔你一个狗吃屎 便宜你了 牧尘风 你招死 师弟 你再出手 师叔会生气了 成小子说 宇州出了个年轻宗师 也不知是真是假 这年头 哪那么多宗师 师侄的飞行会和他碰上了 师弟你再担心吧 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我担心这小兔崽子闯祸呀 师弟不让弟子给他打电话了吗 我让成小子也去了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不说他了 这些日子 师弟对灵犀之又有了新的领悟 说来也巧 师兄我人都二脉打通了八成 再过些时间就能踏足先天聚气 少废话 上号上号 师弟腰战 做师兄的怎么能不应战 不过这次师弟可不能输得哭鼻子哦 你个老六 顿炒头硬我 师弟你不懂 这叫意识 掌门和师爷干嘛这么激动 刚气都出来了 前几天师爷玩游戏输给了掌门后 心态崩了 还是快走吧 免得师叔又输了 把咱拙去撒泻 小姐 我们走吧 可是他 师父和师叔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他算什么东西 师父和师叔会为他操心 你可别动我了 师兄 喂 小师弟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行 我知道师父和师叔的意思了 沐兄弟 全是误会 咱也算不打不相识 今晚地上人间我买单 给兄弟赔罪 赔罪就不用了 告诉我谁指使你们的 这事就一笔勾销 喂 沐尘峰 你别太过分了 飞行会绝对不会出卖客户信息 再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倒体源流可借用天地万物之力 蓝星法则缺失 做到这一步已经算起象了 是你弟弟 木雷花钱 请我们做掉你 钢器外放 操控这么炉火传青 把娘胎离开时炼也不可能啊 一毛钱买个消息 我也不坏了飞行会的规矩 咱们少家主怎么想着回来了 我记得你答应过我 不能干涉我的事情 纵容木雷找飞行会找我麻烦 说吧 这事想怎么解决 谁给他这么大狗胆 马上叫他给我滚过来 是 太公 哟 在这给我演戏呢 放心 这件事绝对给你个交代 虽然偷偷用了家族的财产 我被霸河太公骂 但牧尘峰一死 家族的钱还不是我的钱 少爷快跑 牧尘峰打上门了 不可能 这些会皆不可能失手 太公请小少爷过去一趟 放开我 他 他 仗着家主在阴北 你个臭野种 把家族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还敢欺负到我儿子身上 我豁出去了 看谁敢动他 你请飞行会出手了 花了多少钱 你开始要一千万 请当目标是牧尘峰河 要多花了一千万 你哪来的钱 我 动用了家族账上的钱 家主为了解决家族困境 去了燕北 你在背后竟干出这样的好事 谁将家族偏信一个野种 你可真是牧家的好少爷 我马上杀了你 为家族清理门户 谁敢动我儿子 你自己问问你儿子干了什么事 我管他干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是我儿子 要杀他 你先杀我 等家主回来了 我看你怎么交代 你真当我不敢动手 你别逼我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想干什么 这是雷斌 在我面前演戏 请继续你的表演 我现在就让你想回答 我心情情人的痛苦 快去叫医生 马上联系医院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毕竟是我弟弟 我也不希望他出什么意外 师兄 你说牧尘锋 要怎么对付牧雷 我看牧雷死定了 师弟为什么这样想 他是宗师高手 况且家族斗争 不都是这样吗 我不这样认为 牧尘锋 不是试杀的人 如果他想杀人 那天牧家山庄 一个活口都不会留 所以师兄你认为 这件事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粮 不错 老板 还有臭豆腐的卤水吗 有有有 不过你要这干啥 咱家猪都不吃 还不是我这傻弟弟 想不开喝农药了 他做了什么 我怎么说不出话了 赶紧喂他喝 如果不够 俺家里还有 老板 来 大把手 我说你这个小伙子 严谨清清的 就这么想不开啊 嘴巴再长大点 多喝点 老板 你这卤水味真冲 该不会加了其他料吧 没没没 咱正经生意 俗传独门秘方 老板 多少钱 你咋跑了 野狗 你为了我儿子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亲自 灌自己儿子农药 我马上推动会死人的 你敢打我 等家中回来了 我要你好看 慕雷虽然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但他也是慕家血脉 你残害亲生儿子 等爸回渝州后 想想自个是什么下场 太公 你认为呢 把他带回山庄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出房间一步 等家中回渝州再发落 至于慕雷 先做医院吧 你看 这样合适吧 你现在才是代家主 自己看着办 大多数问题都解决好了 是该将那小逆子 倒体原流了 这么闲呢 男师妹 追剧呢 正好 跟我进房间 一身汗 不舒服死了 少爷想干什么 还脱衣服 不过少爷的身材真好 他该不是要 哎呀 凶死人了 少爷 要不我们先去洗个澡 洗澡的事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干正事 这么着急 可是我第一次没有经验 谁都有第一次 没事 我教你 你现在感受到了什么 少爷的手很温暖 我希望一会儿少爷温柔些 听说第一次有点疼 一个小脑袋 抓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我让你感觉身体的变化 少爷你不是要 你是个好苗子 我教你本事 以后谁都欺负不了你了 别说话 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现在告诉我 感受到了什么 我感受到了一切 不愧是先天到底 这么快就感受到天地韵绿了 好好感受灵力在身体里的路线 我先出去了 怪不得蓝杏仁爱吃薯片 的确解压又放松 千年雷击木 这种上好猎记材料 我怎么能放过 跟雨林说楼上最近装修 现在都中午了 怎么还在装 他现在还在赶雾 不能受外界影响 把这事情解决了再去吧 你好 我是楼下邻居 能开一下门吗 你啥事 你们入场时 物业就通知过你们 中午两点前是不允许装修的 所以你来找茬 你有什么实力让我停工 如果你是这样态度的话 我就只有选择报警了 报啊 你尽管报 警察走了 我继续施工 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看你的砖头质量不是很好 我这可是特地定做的红砖 一般砖下去 保你脑袋开花 来来来 脑袋伸过来试试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报警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小伙子 你还年轻 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说过 你砖头质量不好 你好 公安局吗 我要报案 有人用砖头拍我的手 对对对 就在天二华府 咱师兄弟也有几年没见了 这顿饭 师兄你请了 师弟你这么大个飞行会 还心疼这点钱 师兄 你不懂 飞行会几千人 但那是几千张等着我喂饭的嘴啊 所以你在死要面子活受罪 下山的时候我发过誓 不闯出些名堂 没脸回师门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些年 师叔也挺想你的 你看新闻了吗 南山上一棵千年老桃树 被雷劈了酒下 这种上好的材料 师父肯定喜欢 下个月就是师父受诊 帮我弄点 送回去呗 师门早知道了 千年雷积木 已经被老军官 从官方渠道买走了 我要去和老军官谈谈 那正好咱一起 老军官总得给师门面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 我相信白莲教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 哼 那些邪教崽子 来一个我崽一个 我认为 还是慎重一些比较好 雷积木已经被老军官揽了 和他们好好商量 应该可以买到一步 如果可以的 还是不要动用武力比较好 你俩怎么也在这里 你都在这里 我俩怎么不能在了 你俩也是为了雷积木才来的吧 木尘锋 这一次不要和我们抢 这一次我代表的是师门 而不是五角 希望你能理解 谁怕谁啊 各凭本事呗 道长 木家木尘锋 有求老军官 我和师兄都是正义派的 看在咱们都是道门的份上 醒个方便 诸位来灌 师傅已经知道了 师傅说 灌里用不到这么多雷积木 愿拿出一半赠予各位 至于各位怎么分 老军官就不管了 灌主就没再说其他话 没了 师傅就说了这么多 你们自个儿商量 我要回去继续做功课了 真是人精 一句话就让老军官置身事外 这个灌主 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咱们商量一下吧 如果可以 我还是不想动手 师兄 咱二对一 优势在我 不用跟他这么客气 木尘锋古怪得很 我认为 可以满足他的一部分要求 免得节外生枝 你想要多少 两米长的树干 不可能 最多给你一米 否则免贪 长 一米就一米吧 小心行 有人来了 你小子倒是警觉 竟然能发现我们的行踪 不过你们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雷姬母还是属于我们白连教的 不是我警觉 是你们本事不行 气息吐纳太差了 两个宗师 其他全是半部宗师 老军官还真鸡贼啊 送一半的雷姬母 让咱们帮他挡灾 师弟 善言 你们这群邪教的崽子 我是正义派的萧虎 不怕事的 尽管上来 嘿哟喂 正义派好大的名头 不过我可不怕 雷姬母我可以不要了 你们自己解决 木尘锋 你几个意思 你看到了 我不想掺和你们的破事 师兄 别和他废话了 这小子在趁火打鞋 打把手 给你两米树干 我要一半 算你狠 成交 两个宗师交给我 其他你俩解决 没管一人对付白连教 左右护法 我们两兄弟从小在一起 联手之下 即便再来五个宗师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什么左右护法 也不怎么样吧 装倒是挺会装的 我这边全解决了 你们还要多久 那还不赶紧来帮忙 哟 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 不少 我不让白连教得逞了 你自可的麻烦事 也会不少 你出手 我私人再给五百万 这还差不多 大力气方长 别忘了 五百万 那边地上躺着的 左右护法 你们自己看着办 师兄 你说他和师父师叔比起来 谁更厉害 不好说 穆尘风或许更强 叫人押回正义派吧 今后石门发落 小心 还有白连教的人在 想偷袭我 做你的春秋大帽 能躲过我一针 还算有点本事 但是接下来呢 师兄小心 这玩意儿 邪性得很 小哥哥 本圣女要对付的人 还没失手过 幽女 你真当没人 值得助你 你说她吗 别看我 我就一路过 打酱油的 这么年轻的 后天高手 还真的少见了 要不要考虑 加入白连教 你想干什么 姐姐都可以 满足你哦 你不是我的菜 你还小 不懂姐姐的快乐 如果这套法器 就是你的依仗 我劝你还是 哪凉快哪待着去 你真要和白连教 作对 没办法呀 输了人家钱 总得给人家办事 我还是很讲信誉的 总之这两人 你带不走 那还真是可惜了 这么年轻的 后天强者 姐姐还没尝过滋味 看着 您还是别了 我怕你榨干我 成年人才知道 身体最不要 嗯 好的倒是挺快的 沐尘峰嘛 我记住你了 我叫李思思 我们还会再见的 大家也看到了 我希望听到各位同事 对沐尘峰的评估 通过他和李思思 交手情况来看 我看他 应该进入先天宁气了 但是从他的资料看 太怪了 太干净了 像是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高手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维系龙国西南片区的稳定 不是让你查别人底细 嗯 我明白了 马上派人去善后 媒体那边 我会打招呼 这件事 我亲自写报告 给燕北方面 至于沐尘峰 你先去接触一下 如果可以 让他加入公司吧 雷击木炼成的剑 虽然有些突浪 但用零力推动 也有雷电之力发出 目前也不过了 先将就着用了 那车在我离开老军灌后 就一直跟着 我又被盯上了 卢总 从目前的观察看 还可以确定 沐尘峰拥有炼气 和玉气的手段 嗯 我再观察观察 先不说了 我别发现了 喂 兄弟 跟了我这么久 也该差不多了吧 啊 你好 我是布加班 家政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红利 我现在代表公司 想和你谈谈 什么鬼家政公司 没兴趣 你再跟着我 别怪我不客气 法器 你到底是什么人 布加班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是龙国相关部门的公司 负责维护社会稳定 简单点说 是管理像你这样的自由人 然后平衡 龙国各大门派的矛盾 如果有不服从管理的呢 我们有最精锐的能人意识 况且现在时代变了 我们还有现代科技 你很强 但是不能小瞧公司的力量 你说的不错 我不否认 那现在 可以考虑一下 和我谈谈 你挑个地儿 带路就成 五小姐 怎么又见面了 毕竟你花了钱 我也只要来了 五小姐 你看看 还需要加什么菜 我知道你前方百计 请我吃饭的目的 不过 我劝你趁早打消小心思 五家 绝对不会和正家合作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你拒绝我后 我反而更轻松了 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可不行 有些事情 我也没办法 所以 你以前为难牧尘锋 也是没办法咯 他的一切 都不在我未来的计划之内 他做的那些事情 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笨蛋 你什么意思 牧尘锋很强 这点你不否认吧 的确 至少从目前的资料看 他是龙国最年轻的宗师 在他放弃你之前 你知道他很强吗 所以我才说你是个笨蛋 牧尘锋的潜力超过你的想象 而你却这样对他 后悔了没 你凭什么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牧尘锋隐忍这么多年 光是这份信息和隐忍 就比很多人强 至少比你强 你的判断 会不会太武断了 你还真别不服气 如果你有他一半的隐忍 凭你现在的能力 郑家至少有一半是你的 其实在赴约之前 家族就有过评估 给郑家的评价是可以观望合作 不过我嘛 我可不想和都是笨蛋的家族合作 太费脑子 不管怎么说 我也要谢谢吴小姐点信我了 毕竟牧尘锋追过我 我的迎面很大 虽然不能和吴家合作 有点可惜 但是通过牧尘锋 相信郑家还是能更上一层楼 相信我 你不行的 吴小姐真是看不起我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牧尘锋是我看中的男人 我有这个资格 说把吴家交给他掌管 你有这个资格吗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笨蛋女人 这就是你说的公司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毕竟 我们的确是一家家政公司 请进 董事长等你很久了 小兄弟 我等你很久了 这又是闹哪一处 穆先生请坐 小兄弟刚来公司 很多事情还不习惯 没事 就当自己家一样 成 我在家习惯这样 小兄弟还真是不拘小节 我也不拐弯抹角 这次请小兄弟过来 主要还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 还挺不错 周末双休 一天工作八小时 节假日正常放不加班 还有五险一斤 公司员工的福利 是留住老员工的根本吗 一个月底薪两千一 我记得渝州最低工资标准 就是两千一吧 这些都是明面上的 底薪不高 可是公司的福利补贴好啊 员工综合平均工资 有八千家的 卢总 你认为我是缺这点钱的人 这我就要说小兄弟你了 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公司而贡献 怎么能为了钱而工作呢 公司给你工作的机会 你要学会感恩 除非你不是真正的牧尘锋 牧尘锋 今年刚满二十岁 牧家私生子 苦追郑家长女郑琪多年未果 几天前被郑北派人打晕后 被丢到荒山 然后当晚出现在街上 为了避免崔雨林骚扰 出手和郑家偏房子嗣起冲突 卢总 你还真把我查了个底朝天 请不要小看公司的力量 我代表公司再问你一次 我该不该称呼你 牧尘锋 爸 人已经在燕北控制住了 我们随时都能开启计划 嗯 知道了 爸 咱们这一次 明的暗的双歇入手 牧家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 这几天你也累了 回去多陪陪你妈 有人来接手下面的事 我为这事忙前忙后 凭什么交给其他人来做 我要亲手让牧家陷入绝望 不愧是我的儿子 我就喜欢你这股狼崽子劲 行 爸答应你 给我做漂亮些 谢谢爸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三天后 我会让牧家家破人亡 牧尘锋 你会亲自跪在我面前求我 去地上人间顶楼多订几个房 起而我高兴 带兄弟们开心开心 是谁在上 诚书 你说那小子在干嘛呢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怎么知道他在干嘛 兴许 在某个地方苦练吧 嗯 他才不是这么无聊的人呢 诶 郑家又出手了 有牧尘锋在 郑家翻不起什么大浪花 现在可不是你们那个年代 沐尘锋敢乱来 公司不会不管的 白天老君惯的事情后 公司应该和他接触上了吧 考虑好 要对公司主动坦白了吗 怎么说呢 我不是沐尘锋 我也是沐尘锋 这时候抖吉林 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我相信 你不是这种无趣的人 你听过仙人转世吗 这样一来 你的变化就说得通了 这么扯淡的理由你也信 公司经常和各种奇人接触 你说自己是仙人转世 的确挺扯的 但的确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你们公司里还真到处都是人才 枯坟的 赶尸的 修行的 毕竟现在时代变了 能人与普通人之间也需要新的形式来达到彼此共存的目的 老君冠附近 一枚气管道泄漏 导致爆炸 目前伤亡人数 所以这就是公司存在的意义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这些年灵脉破碎 灵气溃散 回到以前是不可能了 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谁打扰我 谁死 你自称仙人转世 现在我已经相信七八分了 近些年公司也在研究怎么恢复灵脉 灵脉是天地力量演化 你们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如果你们想通过这个来吸引我加入公司 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这是我第二次重申 请不要小看公司的力量 我不希望还有第三次 如果恢复灵脉不能吸引你 那接下来的消息 我相信你不会无动于衷 谁给郑北的胆子 找死 如果你现在要去郑家 公司不会让你有着性子乱来 你在威胁我 接下来你们谈吧 我要下班了 卢总的意思是 公司有更好的办法 帮穆家渡过难关 当然 前提是你答应加入公司 加入公司可以 但是我必须要你们给我最大限度的自由 我也可以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还有一点 工资一毛都不准手 你的诉求 公司实习生的职位可以满足 签字后 公司可以帮你把人从燕北带回来 实习生是什么职位 不算公司正式员工 薪资年薪百万 各种福利翻倍 除非特别任务 你可以不用上班 看来你们早就算计好了 公司从来不做没有准备的安排 那郑家的商债 你们打算怎么做 这件事情抱歉 公司的最大权限 是保证穆家所有人的人身安全 什么 你们敢骗我 商债交给我 你怎么在这儿 吴家也有公司的股份 我在自家公司有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你也是我的员工了 如果我俩处对象了 这算不算班公司练琴 大哥别闹 我在干正事 我干的就是正事 公司可以保证穆家所有人的安全 我可以保证穆家所有的财产安全 只要郑家敢出手 我会加倍还回去 谢谢 谁叫你是我看中的小男人 我不帮你 谁帮你啊 你还在这儿干嘛 我嫌自个儿碍眼 是 轮值懂事 没看出来 你藏得这么深 哪有你深啊 这么多年的不露身色 那你知道正北在哪儿 算时间 他应该再去地上人间的路上 好 我这就去找他 沐尘峰 你千万不能乱来 你不能让公司难做 让我难办 放心 我有分寸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正北 咱慕大少爷 还有这些心潇洒 燕北的事是你的手笔 发狠到正少头上了 弄死他 我一会儿先废 再问你一遍 燕北的事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你又敢拿我怎么办 如果你懂事 乖乖给我跪下 我心情好了 还会考虑 沐尘峰 我让你废话了 接下来轮到你呢 不行 看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晕了 算你聪明 燕北那边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爸的意思 沐尘峰 你踢断我的腿 我 你不敢杀的我 你妖种 别让我活着 我知道你沐家山庄在哪儿 沐尘峰 你给我住手 弟弟 你也有份 沐尘峰 我看错你了 滚 我不打女人 你明知道他是我弟弟 你还狠心下这么重的手 快给我弟弟道歉 否则你以后 都别想再见到我 你还真看得起自己 你该庆幸这件事没你的份 有些游戏 你玩不起 沐尘峰 你会后悔你今天做的事情 今天只是个开始 卢总 他没有扩大事态 嗯 嗯 我知道了 燕尾那边 我马上安排 医生说了 最多三个月就康复 好好养病 其他的别操心 你懂个屁 这个关键时候 我怎么可以住院 我怎么能住院 到底什么原因 让沐尘峰不顾忌 两大家族这样做 滚 有件事情 不是你一个女人 有资格知道的 我是你姐姐 等你嫁出去了 就不是郑家人了 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就因为我是女人 你这样对我 爸也这样对我 如果你有沐尘峰 一半的嬴忍 郑家起码有一半是你的 不行 我不能哭 弟弟 你哪儿的话 不管我以后嫁不嫁 我都是郑家的人 哼 净说些好听的话 出去 好的爸 那我先出去了 怎么搞的 爸 我要他死 不管什么代价 我都要沐尘峰死 我联系飞行会了 他们不做这个单子 不可能 飞行会拿钱办事 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肯定你舍不得花钱 不愿意给亲生儿子出去 我照顾你这样对我说话 爸 别打我 我错了 或许是 他在飞行会有些关系 哼 不过已经不重要 我已经提前启动计划 牧师集团那边 应该已经乱套了 手随眼动 手随剑动 腰随手动 这样才能做到行云流水 嗯嗯 我记住了 只是 我们是不是扣得太近了 脑中不要有杂念 用心 嗯嗯 不是 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啊 当然是保护自己了 等你水准到了 谁也欺负不了你 哇 好厉害 洗个澡都被电 顾燕怎么停水了呢 快走 被抓到了得赔钱 哈哈哈哈 以前怎么没发现 小妮子还挺漂亮 少爷 我 嘘 别说话 少爷的话 我愿意 谁这个关头给我打电话 少爷 你先忙事情 我去洗澡了 木太公 你最好有事 你快回山庄 集团出大事了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你们最好有事 昨天 你把正北打进医院了 他把我得罪了 这都算轻呢 你还陷害咱们木家不够吗 我记得你被禁足在房间 谁放你出来的 你和我玩 阴凤阳围这一套 你闯了大祸 该为做的措施负责 野种 现在集团公司股份 蒸发一百亿 发在燕北被正家控制 这是你的错 太公 我再没出息 也不会干出 这么没有分寸的事 这野种继续留在木家 不知道还要给咱们 带来多少大麻烦 野种 这次我看你怎么和我斗 少爷说得对 木山峰不能再留在家族了 我看 他就是诚心报复咱们 要是家主在 肯定由不得到这样 就是就是 以为自己有两手三脚猫功夫 就天下无敌呢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 郑家出手可真狠呀 再继续发展 估计下午木家就得破产 冯仪 你那边也开始吧 小姐 为木家 动用家族资源 未免动静太大了 为一个木家 当然不值得 为了木尘锋 就不一样了 我去趟木家山庄 这会儿 他们应该再为难木尘锋 近些年木家被你们这群废物搞得一团糟 这口黑锅 我没兴趣背 别动 你还敢狡辩 你是好的伤疤忘疼 太公 你看他还敢打我 他哪踢的是我的屁股 分明是在打您的脸 你给我闭嘴 木尘锋 你也是木家人 就这样对待家族 少假惺惺了 你们又真的把我当作木家人 用山庄出发 跪着去正式集团 郑家原谅你了 这件事就算作罢 如果没有 如果只为了这件小事 我没兴趣继续浪费时间 木家能延续至今 真当家族没有几张底牌 你这点手段 别对我笑了好吗 没有我的命令 你试试 能不能走出山庄一步 今天正式集团 你不想去 也必须去 太公消消气 赢得高望重的 哪值得跟晚辈一般见识 原来是吴小姐来了 怎么不让下人通报一声 我也好准备准备 如果吴家出手 那木家又救了 通报什么呀 我和他迟早是一家人 多生分呀 是是是 吴小姐随便做 就当是在自己家一样 太公 不管怎么说 木尘峰是罪魁祸首 他必须要承担责任 我本不想和你们一般见识 如果非要咄咄逼人 别怪我不讲情面 你呀 哪里都好 就是性子太要强了 别忘了 现在另一个身份 他特地赶过来 也是担心事态过大 算了 现在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 现在牧师集团的股份 市值多少 我买了 如果你想买股份 也不是不可以 现在牧师集团的股份 至少市值二十亿 我出三十亿 把牧师集团所有的股份 都买下来 笑死我了 你拿得出三十亿 借我三十亿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只要不违背伦理道 我都会答应 谈借多件外 就当我的嫁妆 不用还了 银行到账四十亿元 现在 签合同吧 现在牧师集团 是我牧尘疯的 以后少拿这些破事反我 牧师集团都快破产了 也只有你这个蠢货 才想着接手 我们虽然没有了集团 三十亿混吃等死 都能用几辈子 吴小姐 看来你的眼光不行啊 如果选择的是我 你就不会白白亏钱 我乐意 你管得上吗 宠货 吴小姐还不离开 是先看的戏还不够吗 对啊 戏还没看完 我哪舍得走 好消息 好消息 集团的股份回涨了 现在已经回涨到之前的水平 看这个势头 今天估计回到五百亿 什么 五百亿的集团 三十亿就卖了 一群大聪明 我们走吧 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 陈锋 我代表家族和你谈谈 你们自个儿收拾好东西 三天内我会给集团换血 集团不养酒量饭蛋 爸 大师不好了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集团股份疯狂下跌 现在已经蒸发三百亿了 不可能 牧师集团不可能有反击的能力 是吴家 爸 你先喝口水吧 我们一起想 肯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没用的废物 我养你几十年 连吴家的小丫头都搞不定 养你还有什么用 爸 我 别说了 我不想替你找的理由 只因为我是个女人 姐 我劝你少操这么多心 好好嫁人就是帮了集团了 不管爸怎么对我 我都会为了集团和家族 贡献最后的力量的 沐尘峰 我想和你见一面 你主动约我还真有点稀奇 今早吃素药了 这时候还和我装 有意思吗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 不然我也不会彻底掌控沐家 吴小帅帮你 你答应了他什么条件 你们这种人真有毛病 什么都要恶意揣测 我们好朋友之间互相帮忙 有问题吗 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有朋友 待人不成当然没朋友 沐尘峰 你做我男朋友吧 傻 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放过郑家 我可以答应做你女朋友 所以这就是你的目的 让我放过郑家 我都答应做你女朋友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们郑家搞事 现在报复回去 吃亏了让你来求和 见不见呢 如果为这个事情 以后别联系我了 只要你放过郑家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想要什么都可以 你能做主 我能 我要郑氏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你能做主 你别太过分了 等你真正能在郑家 做主的时候 再来谈这些吧 沐尘峰 你给我站住 刚收到消息 郑琪已经约谈沐尘峰了 哦 你就一点也不担心 沐伯父救出来了 已经在回宇宙路上了 那我也放心了 如果沐尘峰答应了求和 那你不是白忙一场 你说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和郑琪逛公园 这事你爸也就是公司轮值董事 可是发了不小的火 发火就发火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沐家和郑家谈和是迟早的事 就看沐尘峰那小子 能捞到多少好处 臭小子敢背着我去见野女人 等你爸回来了 我要你好看 没想到 把烟北搅得腥风血雨的吴小帆 还有这副模样 你都一把年纪了 咱们有代工 卢总 正是集团和白莲教联系上了 事情有失控的风险 你先提前各方面做好准备 其他我来想办法协调周旋 好的 我马上去办 我说如果 如果真的失控了 公司打算怎么处理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只能用特殊手段了 不管什么方式方法 西南片区平衡 不能破 老刘啊 我向你帮我个忙 最近公司出了点问题 股份 我知道背后是吴家 所以才 喂 喂 喂 平时称兄道弟 现在遇到吴家 一个个地见了鬼市的 现在 只有走这条路 唉 老王啊 你之前提的条件 我仔细考虑了 没问题 好好好 咱们明天找个地方聊聊 对了 把你家那小子也带上 郑气跟我一起去 毕竟接下来 年轻人才是主角嘛 咱们都是做赔的 哈哈哈哈 郑总 你费尽力气联系我 我的收费可不低哦 一分钱一分货嘛 我看圣女你就很值 那郑总你认为值多少钱 五千万 我以后都不想看到沐家人 如果圣女答应其他的服务 多少钱 开个价 郑总别开玩笑了 在公司眼皮子底下干出格的事 我还想多活几十年 得加钱 你想要多少 这个数 两亿 是二十亿 如果郑总答应 白莲教保证帮郑家消灾 郑总还想要其他服务吗 你想的那种 圣女 你想开什么家 你的命 圣女说笑了 今晚钱到账 明天一早我们就行动 爸 我们没必要答应王家的条件 什么时候 郑家有你做主了 这世界 到处都是金钱和权力 想要得到 必须付出代价 否则 就会像他们一样 只为了生存 你想郑家和他们一样 我 老郑 刚有个会 来晚了 抱歉抱歉 我也刚到不久 这就是正极吧 女大十八变呀 伯父好 叫人啊 正伯父好 二位 如果有其他需要请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 你继续忙吧 子仲真是好脾气 要是我家小吉 可得闹一阵 不付哪儿的话 这身衣服 他正一年也买不起 没必要这么苛刻 再说 做过头了 容易被报复 我的命 比他值钱多了 老王 叫道有方啊 我拿比得上你老郑 今天 他们只是做陪 先让他们年轻人聊 我对郑小姐很满意 婚期越快越好 当然 我要正式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作为嫁妆 老王 有些过了吧 一点都不过分 现在除了王家 没人愿意帮正式集团 不过 当然 看在他的份上 百分之四十 不能再少了 王上 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 住口 你在说什么 我很清楚在说什么 做什么 我不嫁 以后的路 我自己走 沐尘峰 我们再谈谈 我在金坊大酒店等你 以后 我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姐 你断绝了正式集团的生路 我很清楚在做什么 你去见沐尘峰了 我见谁都和你没关系 开门 是我 哟 刚洗澡出来 别介意 免得被有些人误会 你开心就好 过来陪我喝两杯 你想通了 我可以答应你百分之十的股权 你能做主 如果你帮我 我就能做主 帮你掌控正家 还解决正式集团困境 最后只得到百分之十股权 我很亏啊 如果 再加上我呢 你能做主 你能做主 你能做出的不项权 我可以有些人误会 你不肯权